大家好 我是悠悠 这边风扇已经不用了 现在这个房间里面的空气也是有流通的 甚至比那个抽风扇的时候还要清晰 我把这一块玻璃门给推到里面去我把笼子全部贴着玻璃门 刚好这个 风可以经过笼子往里面吹 这边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特别的好 别省电了对吧 其实这样空气新鲜 通风 效果好 包括这个鸽子的分辨拉下来之后啊 他也会干的很快风干的很快 之前这个玻璃全部四面全部封起来之后 只有这个可以打开 这我想想用笼子靠近一点 就等于 把一扇窗户打开是一样的 这样循环风了 这种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鼻子鸽子 昨天回复歌友信息的时候 有个歌友说 公母 是分鼻子的 和大鼻子的一般的是公鸽子 鼻子小的是母鸽子 这个也不绝对的 看到这个咕咕叫的了吗 鼻子大不大 和这一只鸽子比起来 它的鼻子算是大的 其实这一只鸽子 就是一个母鸽子 还有这边的两只 这是从一个老师傅家拿过来的 这个老师傅今年是 83岁了 养鸽有50多年的历史 太厉害了 做他家反正就是 怎么讲的 求过来一样的 但咱钱还是给的啊 但不是说 免费讨人家鸽子 是经过一位兄弟 然后多次 到他家里去 然后 求了四只 这个老师傅是打工棚的 在本地还是小有名气 这两只鸽子是苏维 血统鸽 在他家里面是专门育种用的 这个两只 这一只 是母的 母的是羊阿腾 这只公的是利奥 反正我是对这个血统是一窍不通 像我杨大哥他都说的 头头是道 我也记不住 反正我都是 养着玩 就是说飞得好 用它多繁育两窝 飞得不好 就少繁育两窝 就这样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 对悠悠的一直以来的支持 和鼓励 谢谢 asten 在这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